大家好 我是小蘭姐姐 今天小蘭姐姐要帶你們來直擊一個位於台北的神秘車庫 聽說這裡面有很多的怪奇 那今天為什麼要帶大家來這邊呢 除了要讓大家看一下這些平常很少看見的經典車款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神秘大彩蛋跟神秘嘉賓 等一下我們在一起來看看有沒有看到賓士的報告 還有這個Nissan的Cube 這些車其實真的平常在路上都很少有機會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 然後裡面哇 AMG GTR 還有還有這邊 哇福斯的這個T2跟T3 我之前有看過啊 就是賽車遊戲裡面用這個跑比賽 統規啊 然後看起來很像毛毛蟲有沒有 好那這裡其實還有喔 我們往這邊看 後面這裡幾乎都是福斯的一堆 其實小蘭姐姐有些叫不太出來車名的一些經典的車款 後面還有賓士的老車以及迷你等等 其實應該蠻多朋友已經猜到 這個就是賽車手藝人姚元浩他的一個車庫喔 那今天最重要的來了 登登 這一台 我覺得他放在這裡超跳痛的耶 對不對 他跟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放在一起 他是2019年Mercedes AMG GT3全球年度冠軍車 駕駛這台車的賽車手喔 他超厲害的 他竟然可以拿到AMG GT3的同組 金銀童的童 這個組別有全世界240個賽車手 他是年度積分最高的 所以他拿到了世界年度冠軍 這個真的是太特別了 那你們大家知道是誰嗎 他就是我們台灣非常資深的賽車手 Leon的Jeffrey 嗨Jeffrey 哈囉哈囉 今天大家有看到嗎 這就是我們台灣非常資深的賽車手 李永德先生Jeffrey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大家好 我站在你旁邊好緊張喔 為什麼 然後因為剛剛我知道這個消息 覺得超驚訝 就是說這一個組別 總共有240個來自全球的這個車手 然後大家都開一樣的車輛對不對 對 大家都是屬於AMG Customer Racing的一員 那都是用 有些是GD3 那有些是GD4 都是用AMG這個場車在比賽 對 然後你竟然能夠擊敗了這些200多個對手 然後拿到年度世界冠軍 我真的覺得太欽佩了 而且我更羨慕的是聽說 AMG送了你一台什麼車 對 我們的第一冠軍的獎品是一台C63S的 C63S 我知道你車其實還蠻多的 我覺得那一台不如就捐出來好了好不好 是啊 對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我老婆要買菜用的 老婆開始來買菜實在是 大家都不敢算它貴了 真的太兇了這樣子 好 那我想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你是之前都是用Audi的R8嘛 那今年算是第一年用這個車子比賽對不對 對 因為這種車都是我們一般人 沒有辦法有機會去開到的 那你覺得說它最大的優勢是在於 是因為說這個車真的特別好開 讓你比較好發揮嗎還是 但它的特性跟R8比較不一樣 因為R8引擎在後面是算後置引擎跟後驅 那它的雖然引擎在前面 所以它配重上比較平衡一點 但是每個人特色不一樣 因為這台車呢比較不能Overdrive 就是所以你要克制一下自己 那它比較容易 對 那它因為車重 所以煞車的控制要比較好 車很重很容易就頭往下沉 車頭的慣性會比較明顯 對 那你很容易就understeer 所以你越想push 你反而可能會越慢 Jeffrey比賽的經歷大概已經有20年嗎 有喔 對 差不多20年 快20年 所以就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要賽車 熱愛賽車的話 才會看起來永保年輕是不是 然後可不可以 那個你的C63S 因為大家我們就是比較沒有機會去 當然不好意思跟你借來開 可是我可以偷摸一下你的這個獎盃嗎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個獎盃 車子好像也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車 這一個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全球的世界冠軍的這一個獎盃對不對 對 這就是我上禮拜去西班牙扛回來的獎盃 但我在接受這獎盃的時候 還有那個Lewis Hamilton 還有Rattery Bottas 這兩位MG的一哥跟二哥 還有送影片來就是祝福 大家要看這個獎盃 我說它是一個獎盃 我跟你講它真的超級重 其實我剛剛有試圖想要把它拿起來拍照 然後手差點廢了 它真的很重耶 你之前我就是蹭過它大概幾公斤嗎 沒有可是為了扛這個回來 我大概被罰了一萬多塊 真的喔 這個要叫AMG出啦 就是說你們怎麼可以送一個這個 害人家行李超重對不對 你自己就是對於就是今年的參賽 像你今年是跑寶寶GT跟ChinaGT 對不對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的這個在SUZUKA這一站 SUZUKA 日本 對 日本 零件賽道 對 因為你知道我本來我是Pro Am這個class 但是因為Pro Am這個class 要冠軍其實OK 可是要贏Overall就比較困難 因為Overall都是很多職業 兩個都是職業的 所以我們在SUZUKA 今年就贏了兩次的Overall 在寶寶 尤其是SUZUKA這一站 我是剩四圈 然後由我接手 我那時候是領先 可是因為有事故 所以Safety Car出來 所以我們之前 拉開的距離都沒了 所以這剩最後四圈 那四圈就是我 由自己才 我覺得我生涯最痛苦的四圈 Safety Car continues to lead the field around at the front of the field Jeffrey Lee in the 88 craft Bamboo Racing Mercedes in behind Vutikorn in the FUVASAK in the 918 我好想知道為什麼會覺得很痛苦 對 因為我們後面是 我記得一台法拉利 那兩台保濕捷 那都是職業車手 然後法拉利還是日本當地的職業車手 所以他對這賽道很熟 賽地優勢 對 當然他們一直咬著我後面 可是倒數第二圈的時候 我有點騙了他一下 所以他出去了 你要利用Safety Car 因為Safety Car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超車 所以你就是要 只要守到重點 然後保持你的速度這樣 我在我的腦海中這個相反 我就是死都不知道他們過 就是我只要完成這最後四圈就好 這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事 Jeffrey Lee in front But Inter of FUVASAK Hed a better entry to the start-finish train Surely Lee can't get in His only chances up the inside But across to close the door Surely to clinch victory Jeffrey Lee looks so he's done enough Look how close it is First, second, third almost touching It looks so it's gonna be Inter of FUVASAK in second place Be great championship points for him But victory today for Jeffrey Lee Andanessi Picariello 那真的不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這麼多的獎盃喔 這真的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那今天我們也要拜託一下 台灣之光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的這台比賽車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比較少機會接觸到這種比賽車 所以對這個車子沒有到非常了解 那可以稍微大致上跟我們介紹一下 比方說他的引擎啊 然後變速箱 然後說他的操作介面等等的嗎 聽說這台車剛從澳門大賽回來對不對 對 因為他是採用這個V8的引擎 所以馬力比大概是500多匹到600匹左右 車重大概只有1300 我看他好像滿多地方都是碳纖維的 車體都用碳纖維的板件 所以輕量化的程度算滿徹底的 而且其實剛剛啊 我剛來的時候啊 我本來有打開 我本來有說這是行李箱嗎 這個開口好大喔 沒有對不對 對因為你知道賽車都是在高溫下運作 所以cooling是很重要 冷卻系統 任何賽車冷卻系統都是他們優先考量的 當然輕量化也是一個嘛 像這個是我們說的restrictor 因為寶博比賽 比如說現在世界的基地賽 你跟不同的牌子比 可是有些馬力比較大 它為了大家平衡都比較VOP 對這是一個線流 要以你的馬力啊 或者你的車子的重量來做控制 這樣會比較公平 對 而且讓比賽也更好看 不然就是 車輛如果動力懸殊太大的話 就變成都在鼓走 而且還保留每一台車自己的特色 那我想呢 就是觀眾朋友大部分都會說可不可以發動 但是今天不能發動對不對 因為聽說變速箱借給了澳門先生 變速箱借給澳門先生 因為澳門先生也 如果大家有注意澳門今年的比賽 你知道澳門先生第一場很不幸的被 另外一台AMG起落 所以剛好我原本的變速箱拆掉 我用新的變速箱 所以澳門先生就把我那個舊的變速箱拿去借走 也該還我們了澳門先生 可以還我們了嗎 開玩笑的 好那可以再看一下 稍微簡單看一下車內 因為我知道這種坐姿喔 真的不是一般人有辦法 你坐在裡面的話 可能會覺得看不到路之類的對不對 對賽車就是因為你也要壓低你的重心 所以它就跟方程式一樣 所以坐的時候也是要盡量坐姿也是很低 那當然因為這個車頭板就比較長 所以就一開始要習慣 應該平常有在練瑜伽吧 看起來 沒有因為我們已經常常進出已經習慣這種 現在賽車就很注重安全考量 所以以前的賽車椅是可以用滑動的 就是來調位置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換手嘛 椅子沒辦法固定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就是改成就是由這個 動你的這個煞車跟那個踏板 就是移動踏板的位置 但是椅子本身變不動 對椅子就是要固定 就是安全 那當然還有lockage這不用講 所以這個現在的賽車都做得非常堅固 在操作上當然就像很多按鈕 比如說對講機啊 還有耐久賽你要使用 可能要喝飲料什麼的 喝飲料這個很重要 對 你那裡面會放可樂嗎 對 就是看有時候也可以加點威士忌 沒有啦 可是同家威士忌才變成世界冠軍是不是 重點是這個飲料是 因為你專心開車 它一噴它就是直接會 就像shout一樣這樣子 射到你嘴巴 那當然還有就是你要閃別人的時候 叫前面的要讓路 對 AMG的它的其他的這個 動能的這個補助系統 是都在這邊 所以就是有ABS跟Traction Control 可以分很細的1到12段 可以試你的輪胎的這個狀態啊 或者是雨天來調整 那每個車手有不同的喜好 跟以前更進步的地方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冷氣了 比較舒適一點 比較人性化一點 因為尤其亞洲特別需要 12小時的比賽有時候還是會很熱 尤其遇到鼠豬 對那種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謝謝Jeffrey 這樣幫我們介紹 這麼近距離的看你的賽車 那另外就是說 聽說這個車子好像會upgrade之後 然後來挑戰明年的賽事對不對 對 對 因為我們這台車已經 好像已經有四年了 所以明年會有小改款 就是在一些動力套件上面 還有比如說 煞車的這個散熱系統方面會做改善 好喔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謝謝Jeffrey 那也祝他明年的賽事順利 我是小蘭姐姐 哈囉謝謝大家 好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